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中军 欢迎你从南京战区胜利归来 来 干 来 田中军 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军队在南京战区的辉煌战绩吧 好 在南京 那群中国人抵抗得很顽强 但是 我们帝国的军人很勇猛 像他们统统杀光了 来 干 好 吃饭 来 在南京 先生 可以给你干一杯吗 当然 美人 除了喝酒 我们还可以一起做点儿别的事情 田中军 你的艳符不浅呐 我们就不打扰了 失陪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田中浩二 你呢 我叫如梦 刚刚武艺中听到 你是刚从南京战区回来的 对 那给我讲讲南京的故事吧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机密 真无聊 算了算了 继续喝酒吧 抱歉 我喝多了 先走吧 你们看 今天的江宁晨暴 肯定有没有看发的内容 我去报社打探消息的时候 大爷杨子正在带人插风报社 我估计日本人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现在这些日本人 这么明目张胆地控制暴截 真是太猖狂了 我估计日本人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现在这些日本人 可我们仅凭猜测 很难确认被撤下的文章 到底是什么内容 对了 我今天去远东俱乐部 遇到了一个叫 田中浩尔的日本人 他刚从南京回来 说是拍了很多 日军在南京杀老百姓的照片 杀老百姓的照片 你们说 这被撤下的文章 和这些照片 会不会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 我们可以假设 有这种可能性 今天从报纸上 撤下来的这篇文章 跟南京事件有关 那报社 应该还会有这些照片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验证的假设 那大厂 你要继续跟进 这个田中浩尔 看看能不能从他那儿 得到照片 报社虽然被查封了 但是我应该有办法 能够找到这个陈鲍的社长 说不准 这个没有刊发的文章 就和这批照片有关系 这个社长叫做曹孟章 可你现在接触他是很危险的 你一定要小心 你放心吧 我先去 你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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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我自己的内容 就把他带走 你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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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必须 随军戒指 看来曹王璋璋已经被小鬼子监视了 看来 喂 您是哪位 黄梦璋吗 是我 您是 日本清兵队 好 照片的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 我知道的都已经全部告诉你们了 不要慌 好 只是例行调查 一个小时以后你出来 有人借你 进来 你就是田中浩二 是 长官 这是你的大作吗 这两张照片是我拍摄的 不对 这两张是我拍的照片 可并不是我洗衣出来的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照片泄露 天中浩二 你知道你的鲁莽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风险吗 你的照片已经落到中国人手里 传播出去 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对不起 我不知道照片为什么会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我本来是送到日本人的洗衣店冲洗的 你家店 告诉我名字 日租界里的傅士山照相馆 傅士山照相 你不认识 盗补军 把田中浩二带到宪兵队的进逼室里 是 走 傅士山照相馆 和你只能用 盗先生 上车吧 怎么会有我们的人来接他 怎么停这儿了 曹先生 我不是日本宪兵 我就是普通的中国人 那个电话是我打给你的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想问一问 关于报纸开天窗的事 撤下来的文章 是不是跟南京有关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能不能详细跟我说一说 我不能说 说了你也会很危险的 曹先生 如果你不说的话 南京的百姓 可就都白死了 好 我全都告诉你 照你的意思 照片是绝对不可能从你这儿流出去了 没错 你的立场我有所明白 那么你手下的人 你也敢替他们做担保吗 这 把你这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彻查一遍 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 这件事的重要性 绝对超过你的想象 除了任何纰漏 都是你我担不齐的责任 可是 我这里的工作人员 都是日记人员 他们怎么可能外写这些照片呢 摄影师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想到什么呢 我这里有个清洁宫室中国人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他每天第一个来 最后一个走 要说怀疑他的话 我认为应该查他 把他带 照片是大光明照相馆提供给您的 他们那儿会不会还有更多的照片 这个我也不清楚 其实 我一直在想办法 通知大光明照相馆的老板 让他赶快逃走 否则他会很危险的 现在 既然你能帮我 那就再好不过了 您放心吧 我马上行动 一定全力以赴 小伙子 骨头都没长成呢 别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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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说 我说 我从我们老板那儿看到 日君在南京杀人的照片 我就偷了一鞋送了出去 送给谁 送到哪儿 我 我送到一个远方的表叔哪儿 叫 叫 叫 大光明 赵相关 大光明 快 开快点 是 来 客人 您来啦 客人 您来啦 儿子 您做一杯 他应该ischen 入冰 怪人 sú 伯伯 孩子 孩子 别怕 别怕 这些是照片 就像你画的那些图画 都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不过你的图画呢 是美的 这些照片是丑的 他们不好 是小鬼子做的坏事 你长大了以后啊 要杀小鬼子 为他们报仇 知道吗 孩子 今天你看到这些 不要跟任何人说 知道吗 好孩子 去玩吧 好 封锁这里所有出口 不许任何人进入 老板 来人啊 什么人 好像是日本便衣 难道我们的事被发现了 不可能啊 来来来 我去看看 你把这些东西搞个收拾去 孩子 快快 过来过来 我告诉你啊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你听见什么 还是看见什么 都不许出来 知道吗 还有 昨天我们埋的那些东西 都不许告诉任何人 知道吗 孩子 好孩子 好孩子 快快快快快 二位 你就是老板 我就是 小姐您是来照相 还是洗印啊 来 外边请 我既不照相 我不洗印 我来取一些东西 东西 所有人都在这儿了 是是是 都在这儿了 我们都是良民 这一定是个误会 是你给报社寄的照片 我们是照相馆 就是照照片的 从不寄照片 都是客户上门来取 是吗 是是是 现在呢 我再问你一遍 是不是你寄的照片 其他照片 都藏在哪儿了 我再说一遍 我们这是照相馆 不寄照片 不寄照片 你说他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被找下了 是对你 在那儿的照片 我必须变成了 确定是最低营了 明天那里 可以陪你半门 你来说 我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和你们拼了 我和你们拼了 再找找别的线索 给我搜 是 把所有招杀带走 这儿等着 走 可是 都在这里吗 是吧 把这里烧了 上 怎么办 我们把拉利布 趁着火势不大 赶快进去看看 好 大家和分头找一找 一定要小心 不能把他找的快 快点儿 齐老师 我是太大的 我怕是走吧 走 走 走 来 天忠 走 这些都是你拍的照片吗 是我拍的 我告诉你 照片我全收回来 但如果传播出去的话 欧美国家一定会以此作为把柄 大肆宣扬丑化我们大日本帝国 对不起 我甘愿接受一切惩罚 还有别人知道这些照片吗 你有没有给别人看过 应该没 对 南京的人那么多 怎么可能全部杀光呢 你有本事 把照片给我看看 我跟你个女人提到过 好像她对这笔照片很感兴趣 女人 女人 天忠 该是你将功折罪的时候 对 现在照相馆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这个孩子知道 这么小的年纪 就目睹了如此惨烈血腥的事 肯定是被吓坏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过来 我们得找个地方 先让孩子待着 或许慢慢地 他就回来了 去我家吧 我家比较大 藏个人也不容易被发现 正好我也可以让吴妈照顾他 好 就这么办吧 那达莎 现在照相馆的那条线断了 现在照相馆的那条线断了 天忠昊儿那边 是不是能有希望 就全靠你了 吴妈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小姐 你说 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我想请你帮忙照顾几天 好的 小姐 你放心吧 你以后要乖乖听吴妈话 她会好好照顾你的 好不好 小姐 这孩子怎么了 她是不是困了 她是不是困了 来 吴妈带你去睡觉好吗 走 我 小宝宝 睡觉觉 睡呀吗 睡觉觉 小宝宝 睡觉觉 吴妈 我记得 我小时候你也是这样哄我睡觉的 那时 我觉得你的声音 是这世界上最恼火的 听着听着 浑身软绵绵地就睡着了 那时候你是最听话的一个 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调皮 冯宝 你最喜欢我吗 你坐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水喝 嗯 冯 冯 你找他们 冯 你找他们 冯 冯杀死我 露水喝 孩子你怎么了 死了 全都死了 都死了 你是日本人杀的吗 叔叔藏了甜蜜河 他们把叔叔杀了 都是血 到处都是血 什么铁壁盒 你说清楚啊 什么铁壁盒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铁壁盒装了什么 你快说呀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快说呀 不知道 不知道 孩子怎么了 孩子 孩子 不怕啊 不怕不怕 来来 睡觉觉 来 睡觉 来来 快睡觉 不怕 不怕不怕 孩子不怕 我在想 这孩子提到的铁壁盒里 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照相馆老板当天 已经意识到了危险 他不仅给报社送去了照片 还自己藏起了一些 日军杀戮的照片 或许就在那个铁壁盒子 现在铁壁盒子没有找到 外泄的照片 就应该没有全部找到 我们还有机会 不管怎么说 先找到铁壁盒再说 话不是小男孩说的吗 直接去找他 问出铁壁盒的下落 不就行了吗 不行 现在这个孩子 已经受惊过度 我们再逼他 只会让他更加害怕 难道就这么等下去 目前来讲 只能等下去 现在大家要好好照顾好这个孩子 那他啥 你继续盯着小鬼子打探消息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万一照片 先被小鬼子找到了怎么办 我觉得韩业说得很对 如果真的有外泄的照片 日本人肯定也在找 我们必须要赶到日本人前面 把照片找到 大家伙分头想办法吧 据知情人说 少了一个孩子的尸体 按照你的意思查过了 这个照相馆的老板 有一个朋友 叫田兴桥 需要我去调查他们 不用了 我亲自去 你会算是什么 你也没问题 你会想找到 我发生的 你会吗 你会想找到 我发生的 你会想找到 我发生的 我发生的 你会想找到 你会想找到 我发生的 你会想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是田兴桥先生吗 对 我是 你是 赵相馆的尸体都查过了 对 没有这个小孩的尸体六岁左右 没有 孩子 你看奶奶 你看奶奶给你带来了什么 这是风筝 这风筝飞起来可好看了 你跟奶奶一块去玩风筝好吗 我 小朋友 你在玩什么游戏 玩游戏 玩游戏啊 你几岁了 九岁 你几岁了 八岁 那继续玩吧 看来他们在找那个孩子 看来大爷秧死 已经找到了 小男孩还活着的线索 靳容 孩子现在状况怎么样 还是那样 不说话也没有反应 得马上把孩子带入英租界 去找皮爱儿医生 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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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好 放箭啊 小朋友 小朋友 听见了没有 她受到了惊吓 夜里做噩梦 平时也不说话 她显然是受到了 强烈的外界刺激 理性极度恐惧 据胜利上自我保护的需要 她在潜意识中 暂时脱离了 和外界的沟通交流 简单来说 就是患上了恐惧症 恐惧症 这要怎么做才能治好啊 目前医学界对于这种病症的研究还很少 没有一个通用的治疗方案 你很难说怎样才能够治好 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 病情不同 恢复的时间价大为不同 皮尔先生 您是我见过 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了 难道连年也没有办法吗 这是一家英国教会办的孤儿医院的地址 我建议你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孤儿医院区 那里有很多和他一样大的孩子 或许可以帮他打开封闭的内心世界 让病情得到好转 那里的负责人卡尔神父是我的好朋友 只要提我的名字 他一定会接纳这个孩子 是吗 小家伙 你要在这里乖乖地 要好好听话 姐姐会来看你的 好吗 对 神父 以后就麻烦您 好好帮我们照顾这个孩子了 就赐予我们这片土地 就为了让孩子哺云阳光 和玩得特别开心 来来来 我在这里尽最大的努力 给孩子能量一点点的 天堂的无辜路的感觉 来 来来来 来来 来 是 开始啊 开始 开始 快点 我的孩子 吃饭的时间到了 要不你跟这个老爷爷走 出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孩子 不高兴了 爷爷给你做好吃的 好开心 好开心 陈凤 我们会定期回来看孩子的 如果有什么及时找我们 请写信 到这个地址的邮箱 好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交过好这个孩子 我们走吧 金老师在等我们呢 好 好 这几天 已经严密搜查过了江津主城区 一无所谷 这是最近搜查过的地方的资料汇总 英租界呢 英租界的调查需要公布局的审品 现在进行 划定英租界作为重点 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 好久不见 想我没有啊 我先进你 我今天心情好 那我更得进你了 盛纳探长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都叫我探长了 我能是什么人呢 先生 这边请 算了 不管你是什么人 希望你不是坏人 我有事 先是赔了 我送走你啊 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哪敢坐你的车呢 接上您的酒 请慢用 谢谢 袁忠君 好久没看到你了 这些日子 都去哪儿了 如梦小姐 我最近一直在处理南京那批照片 要选出最好的 那都是我辛辛苦苦在战区拍摄的 要好好发挥他们的价值 你老说照片照片的 也不给我看看 你那儿到底有多少照片 礼片在我手里 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既然是这么宝贵的照片 袁忠君打算如何处理呀 当然是充印一些 印发给帝国的将士 鼓舞士气 没想到袁忠君这么正义凛然 还是算了吧 我还是找另外一个人发财 发财 如梦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 是收藏家 他对你这些照片非常感兴趣 本来想高价收藏这些照片 不过 田忠君 这么为帝国的利益着想 还是算了吧 他愿意出多少钱 怎么 有兴趣 底片在我手里 我可以一边为帝国服务 一边赚自己的钱 而且 我已经选出三十多张精品 所以 请告诉我 他愿意出多少钱 每一张照片 一百英文 成交 不过 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要由我来安排 以保证我的安全 没问题 不过 你 因为我 还得到这些 才能铺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很久没出现的阳光 硝烟随着烽火飘荡 眼神中不去的倔强 迎战无言的反抗 信仰从不曾遗忘 颤抖在心中大笑 多少奋不顾身的坚强 再次坚定了梦想 满墙热血在心中流淌 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 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 绽放和平的芬芳 满墙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爱上 以血肉支去宽阔的臂膀 绽放和平的芬芳 满墙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爱上 以血肉支去宽阔的臂膀 托起明天的希望